中夥人員拼命呼喊 終於喚醒小女孩 但父親的性命卻沒能救回來 基隆大五輪沙灘在十二號 發生三起溺水意外 奪走三條人命 救難人員疲於奔命 是否也將這裡緊急封閉 真的 真的假的 大五輪沙灘從八月十三號起 到二十號封閉一周 朝靖公園的水域 也從十四號起封閉一個禮拜 所以我請他們去探討一下 每到夏天北海岸 每週湧進上千人 是否緊急喊停 但也有罹難者親友難過的表示 如果當時上午發生意外 就能緊急封閉海域 或許第二第三件溺水 就不會發生 讓兩條性命白白葬送 十三號下午市長謝國良 也重回現場勘查 要重新設立外木山沙灘的封鎖線 但現在這裡暫時不接客 讓附近攤商批評是治標不治本 同樣在基隆和平島公園 因為委外經營收取門票費全票一百二十元 停車費每次五十元 泳池開放時間也有限制 暑假期間從早上八點開放到晚上六點 限制四周水池區域避免遊客進入外海 水池旁邊也有救生站和救生人員 也提供救生衣足解 那未來就是期待有這樣類似像一個救生站 或是一個救生員的一個機制 起碼在中國人比較多的時候 能夠保障大家來這邊遊玩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海邊溪水危險重重 危險水域暫時封閉 希望真的能找出解決方法 給遊客一個安全的細水環境 華視新聞 鄭優謙 張德生 張若萍 基隆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